白长老 我们明晚可在临江城睡个好觉 后日一早便可抵达天台山 自从接到文师三的请柬 你就好像有心事 难道你对我们丐帮的没落之谜 一点兴趣也没有吗 帮主 以我之见 文庆来已死 文师三是想利用祭奠仪式 来网络江湖同盟 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因此他说的话未必可信 燕家宝与丐帮的事情究竟如何 对于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我要的是文师三死 燕之云到现在还没有杀他 算得命大 他与我作对 真是不自量力 帮主要亲自动手吗 文师三这次设下祭坛 定有高手相助 我们丐帮近来与他结怨极深 贸然出手 张老多虑了 我未必要亲自动手 是 这么大的场面 怎么少得了我们丐帮呢 你不必担心 我有把握 明日既是文庆来的忌日 也是他文师三的死期 各位前辈 今日邀请各位到此 是有一件要事公布 本来家父是准备亲自讲述 这前因后果的 只可惜他惨遭毒害 因此 文某将此事公布于众 就是想了却他老人家的这一心愿 文公子 你要说的可是十年前 燕家堡灭门之事 没错 家父当年与丐帮的浊老帮主交情圣母 对该帮的一夜之间败落之谜 和燕家堡的面门惨案略之一二 文兄 周某愿闻其详 众所周知 七杀经乃丐帮的正邦之邦 共分为上下两策 不过 外界之二闻其精妙之处 却不清楚 这七杀经究竟是怎样一本经书 丐帮虽然拥有着天下无双的绝世经书 却从未有人真正练成所谓的七杀经 请问大家原因何在 我听说是因为经书中记录的武功十分的精妙 除非就有特别的资质 一般人就是得到了经书 也决然是练不成的 这七杀经根本就是一本邪功大权 上面记录的很多是化功大法 夷魂术等邪派武功 当年丐帮虽然分为南北两派 但是帮主和长老皆是德高望重之事 所以并无一人修裂此功 为表审慎 丐帮南北两派各执一策 由南北两派分别保管 但是却引起了江湖上 无数武林人士的垂险 屡屡袭击丐帮 丐帮为了慎重起见 决定将此书销唬 你讲的故事也太离谱了吧 竟敢污蔑我们丐帮的正邦之宝 是邪门歪道 白长老 您先沉住气 大老远的跑一趟 不妨听我先把故事说完 一会该您出场了 文师三 你继续说呀 当年燕血燕大侠在江湖上行侠仗义 声望极高 因此 丐帮众长老一致推从 由燕血出面监督销毁七杀经 不想 丐帮内部有人暗自勾结东城 引来了扮成丐帮弟子的官兵 于是便发生了所谓的丐帮弟子 互相厮杀的惨剧 丐帮的帮主和燕血燕大侠当场被内奸所杀 而众长老也难逃一死 不过 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这活下来的人 难道就是白长老吗 既然如此 那白长老 你应该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啊 大师 您想过没有 如果当年活下来的那个人就是白长老的话 这件事早就大白于天下了 那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活下来的人就是黑长老 而白长老呢 就是那个勾结东厂的内奸 所以 他从来不敢提起那件事 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燕家堡燕大侠的身上 就是这个白长老 他还诬陷是燕家的人偷了该帮的经书 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人在追杀燕追云 一派胡言 大家不要听他的一面之词 帮主 他是借机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文庆来既是从棺材里走出来 也未必说的是事实 难道你就任由他区区一个文师三在这里信口四皇 白长老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胃啊 我想大家一定奇怪 哼 我为什么挑了这个地方来宣布这件秘文 就是因为我父亲 当年把这个秘密藏在了这里 要不是他老人家被人出卖而被捕 可能这一出惨剧还是能够避免的 温十三 休要卖关子 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吧 这个秘密 就藏在这座宝塔的塔顶 是 卓帮主 这既然是一件政务 我看 还是交给少林的鼓声大师打开比较合适 有劳大师 大师可否给我们念一遍心里说了些什么 刘大人 大人凯赠之巨金均已获悉万分感激 我们已叹息丐帮帮主决定销毁七杀经一书 定于五月初时与燕家堡举行 此为铲除燕家堡和丐帮之大好时机 望刘大人斟酌行事 白某字 当年家父截获此信 本来是要赶往燕家堡 揭露白长老抠结冬场的秘密 谁知半路便被刘警抓获 卓王主 你倒可以把这封信拿给白长老看看 让他看看是不是他的笔迹 不用了 这字迹我认得 不错了 信是我写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出卖丐帮 为什么出卖我的父亲 你听我解释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丐帮啊 当年丐帮内部分成两大势力 互相残杀互不相让 是我借东厂的力量 拥立你成为新的帮主 如果没有我 你怎么会有今天呢 你想控制我对吗 你以为重新树立一个新的帮主 你更容易控制大局对吗 我对你如何 众人皆有五目共睹 是我 是我一心辅佐你成为五连盟主啊 如果没有我的努力 你何来今日在地位 是 我一直视你如父啊 没想到你竟然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与我与丐帮 皆是不共戴天之血害深仇 杀父之仇不报 我如何向九泉之下的父母交代 你对丐帮所犯下的罪行 我又如何向丐帮上下交代 你要杀我 好 要我不杀你 你给我一个理由 你是需要我的 你纵然武功盖世才智过人 但是你还年轻 江湖之大天下之广 你没有我清楚 真正险恶的不是刀剑的江湖 而是人心的江湖 不 与刘瑾勾结怎样 与少林结盟又如何 目的还不是一样 结果还不是一个 阿弥陀佛 白长王 正即是正 邪就是邪 你为贪念所困 不择手段 残害手足 礼遭天前 帮主 你如果不杀我 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白长王 有什么话 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吧 这个秘密 我只能对你一个人说 你杀我我不怪你 因为你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 现在的丐帮 是我倾注了我毕生的心血 经营起来的 我只求死了以后 你能将丐帮发扬攻打 好 我今天就亲手杀了你 好 好 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刀 你就用他来杀我吧 我试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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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还 我 走 走 卓帮主 既然燕家堡和丐帮的事情 已经真相当来 我看你也该还燕家一个清白了 丐帮除了如此险恶之人 实属大幸 卓不凡多谢你仗义出面 让我报了这不共戴天之仇 燕公子 燕家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 今日得以昭雪 我也甚感欣慰 自此以后 若想维护江湖之道义 主持江湖之正义 还需我们尽弃前嫌 携手合作 卓帮主 陈蒙文兄帮忙 让我燕家堡摆脱了不白之冤 说明我们燕家 对丐帮没有任何的亏欠 但现在 武林当中的事情 我不能做事不管 燕熊 我们之间真的是误会一茬 一切的事情 都是由白长老在暗中挑拨 你自持练了七杀精的武功 滥杀武功 上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 又岂能一笔勾销 燕熊 相信在你的手上丢了性命的人 也未必皆是有罪之人 但是我相信 你也是并非出于己愿 江湖之乱 如果我们不群力合围 恐将会有更多无辜的性命丧生 卓帮主 先把这位救账了结了 再延其他 如果当众杀了这两个人 恐怕在江湖上更加难以服众 燕熊 我们之间误会一场 我不想让误会加深 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我们改日再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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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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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燕兄 真是可惜 让他跑了 看来要除掉他没那么容易了 他跑得了一时 跑不了一世 君子报仇 时间不晚 燕兄 我们应当从长计议 上官大人 训押吉兆有何要务 没什么 只是想看看 上官大人 你也太过分了吧 我和秦捕头 我叫你回话了吗 秦兆 你是怎么训练人的 在下定会对他严加管教 没事了 继续跟进石灵里调查吧 慢着 石灵离这里只有三里半的路程 既然是吉兆 为什么一炷香都烧完了 还没到呢 大人 这 是因为卑职学艺未经 一时赶不上秦捕头的神行快步 所以耽搁行程 请大人原谅 那你们走吧 谢谢大人 走 来 本来这个小庙是我老祖宗文天祥的 没想到现在毁成了这个模样 就因为我等小辈不孝 没有尽全力维护 想来真是汗言不已 燕兄 今日虽然卓不凡走脱了 但总算让你们燕家得以昭雪 我们自当痛饮一番 多谢温兄 人生在世知己难选 尤其能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真相大白 但这仇 看来并不太容易报啊 你是指刘瑾 刘瑾心狠手辣 要取他性命 是非易事 燕兄 这个仇 我可以帮你报 温兄 就不麻烦你了 这个仇 我一定要亲手去报 叶兄 如果我想光复大宋的话 刘瑾我也得杀 他不仅是你的仇人 也是无数忠臣良民的仇人 而且 刘瑾他祸害民间 残害忠良 除此答案是民心所向的 燕某啊 真是惭愧 一直到现在 只有一个仇恨 就是为父报仇 曾以为家仇一报 即可淡出江湖 但文兄却背负着天下人的仇恨 想的是国家的未来 与你宽大的胸襟相比 燕某真是汗颜 燕兄 昌言道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每个人的人身际语是不同的 所背负的使命 自然也有所差异 你维护江湖正义 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也正因为这个 我才视你为知己 你做的事 我做的事 虽然方法有所差异 意义却是相同的 只不过 要想改变这个局面 我们就要树立一个新的秩序 拥戴一个真正懂得 治理天下的皇帝 其实 我一直都想邀你共谋大业 不过 我尊重你的选择 难和你朋友一场 文王已知足了 温兄 我也想了很多 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真的 并非戏言 好 既然我们如此投机 不如就结拜为兄弟吧 好 你为兄长 我为兄弟 好 帮主 你的茶来了 怎么这么烫 弟子该死 帮主饶命 我再去给您换一杯 不用了 饶命 区区一杯茶 我为什么要要你的命啊 谢帮主不杀之恩 我为什么要杀你啊 你抖什么 没有 下去吧 是 燕大侠 我终于找到你了 怎么是你来了 三乐呢 他没事吧 他可好呢 现在是种花养鸟 其乐融融了 那杜前辈呢 三乐已经把他送回了断秦谷 你查到凤儿的消息了吗 听说他很好 听说他很好 跟杜前辈可忙呢 每天翻山涉水采花寻风 说要练着什么养灵宝神的要义 三乐吩咐 要是你跟周伯凡对上手 记得要手狠心灵 他还挂记着我 日后我定去拜访 好 燕大侠请万事小心 平僧先告辞了 师父走好 词曲 李宗盛 曾经以为 爱是温暖的摇摔 偏偏刚开始就已摇摇欲坠 不如就相信感觉 你的表情我不了解 既然已过了季节 你为何还这样视而不见 难道你决定不要两人世界 我化足蝴蝶和你双飞 这一次是我狂热的陷入迷队 一个人的世界 两个人的罪 怎么你会这样说 这样以为 我真的愿意和你双飞 有你的日子 有你的日子好过我独自体会 一个人都孤单 两个人都悲 就算路在沉黑 就算路在沉黑也在黑 我绝不后悔 不如就相信感觉 你的表情我不了解 既然已过了季节 你为何还这样视而不见 你为何还这样视而不见 难道你决定不要两人世界 我真的愿意和你双飞 有你的日子好过我独自体会 一个人都孤单 两个人都悲 就算路在沉黑也在黑 我化足蝴蝶和你双飞 这一次是我狂热的陷入迷队 一个人的世界 两个人的罪 怎么你会这样说这样以为 我真的愿意和你双飞 有你的日子好过我独自体会 一个人都孤单 两个人都悲 就算路在沉黑也在黑 我绝不后悔 好 凤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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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多不见我发现杜姐姐的手艺是越来越不行了 香糕的味道也不怎么香了 而且颜色也不怎么好看了 你不要担心 依我看呢杜姐姐应该不会走太远 这样吧你在这歇歇脚 我进去烧点水 泡茶会怎么样 用劳 这是我精心研制的花茶 名字叫一日三春 你可以尝尝看 它每一根花枝上 分出三根不同的小枝 然后呢 再会各长出一种颜色的花 每朵花呀 都有自己独特的香味 还有功效 那如何来确定 到底哪个花的香味最浓 功效最强呢 三个花孤朵 见水就开 然后同时散发出醉人之香 红色香如玫瑰 白色香如茉莉 蓝色香如睡帘 悠悠切切 三种花香同时进入茶中 循环往复 无始无终 喝时感到哪种花 便是哪种花的香味 无根无油 全凭天意 这种茶到底有什么功效 这三朵花长于同枝 乃一根而发 就像一个学了多种不同的武功 可这些武功 却是由同一个人的身体使出 虽说香味不同 但凭借同脉之源的关系 三者却能融合于一体 不但不会减弱各自的香味 反而共同组成一个 密不透风的香环 让其他香味无法清洗 更加突出了自己独特的香味 放弃的武功 将作一个破子 破尽天下武功 地人要破 地人有迹可循 而我的武功 讲究的则是无意 以无意为有意 无根无由 无始无终 远远不绝 让它无迹可循 自然 就无从迫弃 其实仔细看来 你的烟家剑法 也有独告之处 不过 烟家剑法 以清零性节剑场 却勇失于浑厚稳重 流于偏激 若要是能做到 快中剑脉 巧中剑朱 方为大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你 请问你 有没有见过一个眉清目秀 长发飘飘 长得很英俊 武功又很好的年轻人啊 哈哈哈哈 我年轻的时候 倒跟你说得很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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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问一下帅哥 你是谁啊 在那干什么 无名无姓 只是个渔翁 我妈 在等杜红颜 哦 杜前辈不在吗 啊 那 你有没有见过他的徒弟啊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帅哥侠士 道有一面之缘 真的 你见过他 那 他去哪儿了 云深不知处 只在此山中 大笨蛋 就是在山里面去找人 你 那是你的诗 我的诗是 心中只知云 嗯 不在此山处 大笨蛋 你 你才大笨蛋呢 为什么不明白的 你的诗 不就是 河边万笨蛋 帅哥在哪里 别在此山中 云神不知道吗 你 你 你你你你 你 干嘛 还不服气啊 等我找到我燕大哥之后 再回来教训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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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它有一遍 啥 光有了 可能是 前辈 你在说什么 你是已经喝了一日三春茶 这一日三春茶入口干裂 喝下之后浑身轻松 体力倍增 如一日三暮春风 可是却不能随意动用内力 否则内力在茶毒的作用下 会迅速膨胀 看似能使功力大增 其实却使诱导内力无限扩张 最终会因筋脉爆裂 蹊跷流血而死 前辈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别问我 你去问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不用这样的来质问我 只因为你是杜红颜的徒弟 什么 你是杜红颜的徒弟 我不是 我只不过想得到 我应该得到的 凭杜姐姐捉摸不定的性格 绝对不会轻易收徒弟 她既然能做杜姐姐的徒弟 杜姐姐肯定对她 疼爱有加 有了她的徒弟做妖邪 杜姐姐就不敢跟我耍什么花招了 不过你也别想打她什么主意 你们做了那么久 还说不说 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你不想打开 杜前辈家怎么会有僧人呢 好像没见过 去看看燕大哥会不会在那里呢 你终于想讲了 既然你想知道我说给你听 当年我还是薰医派弟子的时候 杜鹏炎骗了我 他让我偷了我们薰医派的 三本薰香秘籍之一的观音玉露经 本来说好只是让他看一下 没想到他却用药把我迷倒 道德宝树而去 之后他又骗了我大师哥 就是里面的那个瞎子 这么说你们是同门师兄妹了 身在同门心却不同 这些你知道了也没用 不过据我所知 杜鹏炎用自己的美色骗了我大师哥 又得到了另外一本宝树百味三绝 后来师父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 一气之下就病倒了 临终前他将三个徒弟全都扫地出门 后来我和老瞎子找到了杜鹏炎 他并没有抵赖 不过他说他已经收集到了 我们薰医派的三本秘籍 过不了多久 他就能研制出 能使武艺大增的百花穷鹿 到时候会通知我和老瞎子让我们来取 那百花穷鹿是什么 这三本秘籍表面看是普通的研制喧香花鹿之术 其实却内含了极高的武功 只有借助这秘籍中的武功 研制出百花穷鹿 然后使用这种神奇的百花穷鹿 会使它功力迅速大增 如果杜鹏炎想在跟凤七的较量中保持不败的话 那百花穷鹿必须研制出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 杜老前辈已经得到了第三本书《炼成神功》了 第三本书被我的二师哥带走了 不过他半年前被害 宝叔也不翼而飞 肯定是杜鹏炎干的 不会 杜前辈不会干这种不耻之事的 他到底有没有做 等到时候他回来了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这里可不是云深处啊 你又来干啥 还说呢 这儿是杜鹏炎的家 应该我问你 你在这儿干嘛 有没有见过燕大哥从这里走过呀 姑娘 你还在找你那个小帅哥呀 你怎么不问问长眼睛的呢 问过了 你怎么不问问长眼睛的呢 他比你更吓 谬中 你来干嘛 跟我来 姑娘 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找的那位小帅哥 又叫什么名啊 老帅哥 我就问了你一句话而已 你不用查我身是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真的想知道 你的那位帅哥在哪儿吗 这么说 你是知道的 嗯 只有你 对不起 噢 我 只会是 咱们 你别认为 没有 清楚了 我不会忘的 我怎么能忘了呢 燕西 我想过了 等事情办成之后 我们就远走高飞 找个没有人知道的小岛 苦练武功 将来杀回中原 称霸武林 燕西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那个 我真想报告你啊 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就你这个样子 还想到江湖盟主 我问你 老瞎子的关中十三香 到底研究得怎么样了 我每天看着他弄来弄去的 倒是看到一些起色 可是一到关键步骤 他就不让我看 燕西 行了 燕西我该死 我 我不 我并没有怪你 别看老瞎子眼睛看不见 可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别说你是二师兄的孩子 就是他亲儿子 你也未必能走进他的密室 不过没有关系 不管他成功还是不成功 今天一定是走不了了 我要让他看一看 万子千鸿总是春的厉害 什么 你已经练成了万子千鸿总是春 一天没喝水了 过来喝杯水吧 放心 这里面没下毒 那丫头还没聪明到这个地步 怎么 怕我给你下毒 你放心 我的毒是下不到水里的 只能溶于饭菜之中 要不然冒着胡椒大料香味的水 连小孩都不会喝 好 这是我的习惯 每天都跟这些东西咱交道 离都离不开 帮个忙给我扔了 好 这是万子千鸿总是春的解药 你拿着 待会儿我跟老瞎子动手的时候 你就服下 以免受到伤害 那 我们该回去了 你看 要是你回去晚了的话 老瞎子肯定会怀疑 我也要去看好那小子 要是老瞎子对他下手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新手 你还不走 老瞎子 你竟敢对他下毒 只需你拿他来要欠毒红颜 我就不行吗 你给他吃了什么药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毒和我的毒架在一起 会误误相克的吗 这样会让他毙命的 所以我只是下了一点儿 要怪啊 只怪你自己做事太过小心 给他吃了那么多一日三春 你难道不知道 如果他死了 你我什么都得不到 还不赶紧赶紧救他 奇怪 那个老头说燕大哥在山里面 可是我找了一圈都没看到 我觉得燕大哥肯定在这里 我要进去看看 师父 那小丫头又来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里是杜前辈的家 你们到这儿来干嘛 我是杜姐姐的朋友 我们三个都是 我们到这儿来主要是来找杜姐姐的 可她不在 所以悬着无聊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香薰美容 你要不要试一下 不如这样吧 我给你介绍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精心研制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宣制 你看一下啊 它主要是由黄麻艾草 还有提兰草精和制酿成的 而且还要经过高温的熏烤 这个主要是吸取你鼻子上的油垢的 吃一下 另外啊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这个 这个主要是用大理的稀米 还有很多很多的花草 一起酿制而成的 叫唇露 它主要呢 是可以让你的嘴唇 不会那么干燥 还能保持水分 试一下吧 唉 看你千里迢迢而来 肯定很累了 我给你沏花茶怎么样 你看 这是我亲手酿制的花茶 看呐 香不香 这个花茶主要是长于铜枝 乃一根而发 每一根之上 都会开出三个花朵 开出三种颜色 主要是红白蓝三种 你看看 红色像如玫瑰 白色像如茉莉 至于蓝色嘛 就香如碎莲了 它们三种花香 同时进入茶以后呢 可以循环往复 你品的时候 喝到那种花 就是那种花的香味 而且全凭天异 无根无由的 我泡给你喝吧 免了免了免了 免了免了 你们慢慢走美容吧 小姐 心不会后悔 但是眼泪落下又是为谁 将孤恩与悲 长剑声声如雨碎 我无路可退 来生还要再走这一回 看彩云追雨 心有灵犀风霜飞 战时高飞 相望人间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楼多情水 你有我的美 将我的耻荣如你的嘴 战时高飞 相望人间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楼多情水 你有我的美 将我的耻荣如你的嘴 心不会后悔 但是眼泪落下又是为谁 脚步摁预备 长剑声声如雨碎 我无路可退 我无路可退 来生还要再走这一回 看彩云追雨 心有灵犀风霜飞 战时高飞 相望人间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楼多情水 山楼多情水 你有我的美 将我的耻荣如你的嘴 战时高飞 相望人间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楼多情水 你有我的美 将我的耻荣如你的嘴 战时高飞 相望人间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楼多情水 你有我的美 将我的耻荣如你的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